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今天大盤真的是有驚無險 為什麼有驚無險 因為這個盤中 我們的新舊的賴總統 所講這個兩岸交流的部分 好像不是非常的讓人家聽了感覺不錯 所以這個盤中就開始殺了 那下殺了白點之後 但是還是一樣有小漲作收 所以投資朋友這個盤為什麼是這樣 我們來看 上個禮拜五是金融股升盤 用中信金 因為中信金它又再創新高 中信金也不簡單 4月29號 它那天是漲停鎖住 結果投資朋友上禮拜五再創新高 可是金融股它不是那一檔股票一直在漲 用輪漲 把整個金融股的指數往上帶 就可以把這個大盤給撐住 那今天換誰 今天換那個什麼 金成銀股 換它 換它在大盤 然後就把金融股的整個這個漲勢就撐住了 所以投資朋友今天如果沒有金融股這樣撐 這盤 勇不起來 真的勇不起來 你去想吧 誰會去拉金融股 不可能會撐蠻子 對不對 撐蠻子快來買 大家來買金融股 不可能的事 金融股誰去買 你自己想就知道 不用說太多 所以說投資朋友 你今天這個盤應該看得很清楚 就是有人在戶這個盤 不要讓這個盤跌得太難看 所以說今天其實 像這樣的一個應該是說 從上個禮拜四 禮拜五 到今天 三天 這三根K線你看就知道了 它叫做高檔的震盪行情 那這個高檔的震盪行情會震到什麼時候 這我就不知道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K線 它就是屬於高檔的一個震盪的行情 可是投資朋友你要去想 我常在講 高檔的震盪行情裡面 反而會有一些股票 會飆出來 就是因為在這個地方 有的股票是漲 有的股票是跌 所以說你才會看到震盪行情 如果大家一起漲 那大盤就漲了 對不對 那大家一起跌 那大盤就 這一定是跌一兩百點以上 可是沒有 所以投資朋友在這地方 你要怎麼去操作股票 這就是非常重要了 我今天有布局檔股票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這個是落後補漲 投資朋友你可以撥電話來問 我們的撥電話很簡單 027725 1500 我們的助理就會告訴你 不然上禮拜我跟妳講的 有個叫做未來的軋空股 也是一樣 所以投資朋友這個盤 今天我又把一檔股票先獲利出場 我說過 其實股票在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關鍵點 轉弱的關鍵點如果跌破 我們就走 那如果是說一個新的股票 它有出現了 突破轉強的關鍵點 你就可以買進 所以每檔股票其實操作的模式都一樣 因為一定要有個什麼 固定的模式去操作 你才能夠去應付 這個隨機多變的大盤 不然你這樣做 只要看盤子去 對不對 你就想去追股票 然後等到大盤跌 你又想賣股票 那你天天都沒有一個方法 我可以跟投資朋友講 你就只能追高殺低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把這個什麼 上尾投控 先賣出來了 為什麼要先獲利出場呢 投資朋友因為它已經跌破了 我認為會有一個轉弱的關鍵點 但是它轉弱不是代表它會一直跌 不一定 也有可能會怎麼樣 繼續的區間震盪 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把這個資金先拿回來 我說過 我對股票是沒有什麼 沒什麼乾淨的 很簡單 我就設定好那個點 如果你跌破了 我就先跑 先把那個 鈔票放到口袋 這是比較重要的 反正資金我們再去轉到 找那一些正要轉強突破的股票 這才是重點對不對 當初我們是131買的 那我們賣146 投資朋友你去想看一張賺多少 1.5萬 10張呢 15萬 也是很好賺的 對嗎 所以投資朋友 這種機會常常會出現 那只是說 你怎麼去判斷在當下 你該買 重點在這裡嘛 因為股票這麼多 現在目前上市上貴 總共1674檔股票 投資朋友我想請問你 你怎麼知道 我為什麼知道說 這支股票現在會賣 重點是不是在這裡 但你買進了股票之後 你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嘛 你什麼時候知道 這個股票該賣了 沒錯吧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只知道買 不知道賣 原本是賺錢變成賠錢 那甚至於 原本是賺錢的 變成套牢越套越多 越賠越多的 這也很多啦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知道怎麼來操作 股票個股的話 我相信跟著正宏做 穩抖抖對不對 你又不用擔心 就由正宏來幫你盯著股票看就好了 你每天在想 到底是要漏還是我的漏 到底這支股票會漏還是不會漏 每天在想這些東西 想到你頭都會疼 沒跟你騙 所以我就要投資朋友 你自己去看 來 來這檔股票洪准 洪准這檔股票 我們的會員有佈局 可是呢 他整理了18天 區間整理 18天很久 投資朋友是交易日 扣掉禮拜六 禮拜天 一個月才22天的交易日 也就是說他這個區間整理 再差4天 就變成整理震盪了一個月 那是很久的事情 我相信你有買洪准的這個投資朋友 你應該有心有七七煙 因為買到他就在那裡漏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他什麼時候可以轉家 對不對 大家投資朋友想知道這個嗎 因為他今天 好不容易有帶量往上這麼漲了一點 雖然漲不多 只漲那個多少 0.9 可是他今天有放量 這個量有放到1.6萬張 那目前他只要有機會 去突破這個63塊 63塊就很重要了 我說突破不是盤中 是收盤 他能夠去站上63塊 這個關鍵點 他就有機會轉強 那當然轉強之後會怎麼走 這就不是我決定的 我說過 我們能夠去知道 他這個股票是轉強的 或是說去轉弱 但是你說要到底要到什麼地方 投資朋友說過 就看他的整個K線的型態是怎麼走 我們在你自己決定 不用預先怎麼樣 先預測 不用去太多了 我跟你說過了 如果他會轉弱 他會走出來給你看 告訴你 我現在開始比較弱了 他會轉強也是一樣 他會跟你講 我這個地方要轉強了 對不對 就是看那個什麼 關鍵點 就那麼簡單 只不過你這個關鍵點是 轉強的關鍵點 還是轉弱的關鍵點 就差在這裡而已 所以投資朋友這個地方 紅準 你就要盯著他63塊 能不能去突破那個上軌線 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也蠻多人有紅準的 可能有些人 耐不住性質了 對不對 派來派去 派來派去 派不住 已經跑了 這也不一定了 不過我先跟你說 你就63塊盯著看 好 那再來就是旗幼 當初我在講旗幼的時候 投資朋友你還記不記得 我說我們是57.8元有沒有 我們當初介入之後沒多久 隔天就漲停板 好現在重點來了 這個地方他也是一樣 進入一個什麼 整理 你看得很清楚了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有一個三角形的整理 那這個三角形的整理要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 可是蠻接近尾巴的對不對 因為那三角形的尾巴就在那個地方了 當他整理完畢 這就是重點 因為整理完畢有兩個行情嘛 一個是往上 一個呢 往下 所以投資朋友到底往上往下 沒關係我會盯著看 我們的這個所有的家族成員都知道 可是呢投資朋友你知道嗎 你要怎麼看 知道他是真的轉強 或是說他還在整理 還是說他已經轉弱了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我常跟投資朋友講 你看我的節目跟著我做 那可是呢 第一個你的成本比我高 因為你不可能說跟我同樣在一個時間點買進 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你都是看到節目之後才去追 那些問題來了 如果我賣掉了 假設他轉弱我賣了 你有沒有賺錢 因為我成本比較低啊 是不是這樣呢 那如果說往上突破 那當然是好失一樁啊 對不對 繼續往上飆嘛 所以投資朋友 在這個地方啊 你要跟著真紅的腳步 你才知道每檔股票 他的一個所謂的轉弱關鍵點 或是轉強關鍵點 到底在什麼地方 那包含像什麼 我直接跟你講這個軋空股 你看 你轉三天 他都在前高點附近震盪 我就是把那個前高點的那個套牢賣壓 把它消化掉 我這邊震哪一震去 震哪一震去 讓你動不掉 你就會跑了 對不對 等到你跑了 甚至於啊 很多人還去放空喔 我也不知道這個股票 為什麼大家喜歡放空 其實空這種股票 我說真的 投資朋友 不要去空那個啊 別人的籌 那個籌碼都掌握在別人手上 你這樣空很危險 所以說這個股票到後面 假設讓他去突破了 出現了一個再轉強的形態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趁他還沒有飆上去之前 趕快跟著真紅來 我說過 今天你只要打電話 除了這檔股票 我來告訴你之外 我還有另外一檔 所以趕快把電話撥通 02771500 好 哪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 這支股票你要看 別人在漏 他在漏 大半在漏 照相在漏 他已經跌了算有一陣子了 像這種股票 投資朋友 在這種震盪行情裡面 他就特別容易去冒出頭 那這種股票又落後不漲股 所以投資朋友你可以去注意 這種落後不漲股 不是每一檔股票都 只要他沒漲就叫落後不漲 沒有啦 沒那麼簡單 你要看他有沒有 有沒有去突破那個轉強的關鍵點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檔股票投資朋友 他有去突破 這個所謂的轉強關鍵點 突破之後就有機會怎麼樣 這樣再往上漲 尤其落後不漲股有一個特性 沒有漲股票是都沒什麼漲 對嗎 就漲漲在那裡 而且一直漲一直破底 到一天他在漲股票的時候 就開始在嘔笑了 一直漲一直漲 漲到你都想說 怎麼漲到這麼陷入 因為他之前沒有漲到 所以投資朋友這種落後不漲股票 也是你現在可以怎麼樣 來買進的標的 重點我就講過了 不是說只要這檔股票之前沒有漲 就代表他後面一定會漲 這不一定啦 怎麼去決定他會漲 我說過 只要去突破那個什麼 轉強的關鍵點 你聽好了 只要去突破轉強關鍵點 他就會有機會開始噴出 所以投資朋友 你可能知道這支股票的轉強關鍵點 在哪裡?不知道 對吧?沒關係 來 只要你今天播電話進來 我把兩檔股票 包含上個禮拜 我跟你講的未來的軋空股 還有今天我們剛布局的 這個所謂的落後不漲股 我都來跟你講 我來告訴你 他們兩檔股票到底是誰 你可以趕快撥我們的電話 027725-1500 027725-1500 讓曾鴻帶著你一起上車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明天見囉 大家好 我現在學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中學長學人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說 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好 按讚訂閱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